还要带您关心 国道基层收费才两个礼拜 民怨不断 现在又传出 e-tech一年 可以为远通狂捞五亿 二十年的合约下来 至少可以进账百亿之多 对教小老百姓装 e-tech怕被扣错款 为了几十块钱的过路费 连不上远通的APP 或者是网路七到快吐血 但是大老板 确实荷包满满 只能无奈的感叹 这个徐旭东呢 镇商关系实在太好 蓝绿同吃 给我一点同情心 帮帮我忙吧 大老板要同情 那谁来同情小老百姓 e-tech收费问题 乱糟糟 却能大赚钱 以国道150万辆车 每辆车跑50公里来算 一年能有10亿收入 扣除成本 二十年的特许营运期 能狂捞一百亿 旧连官网显示通行费 打九折也被抨击 照网页来看 外界误以为是远通给的优惠 但其实是全民买单 交通不给远通方便 也没好处 2012年因为OBU装机率太差 才罚4.04亿 又因为系统建制落后 再罚7000万 远通罚款没缴 还把高工局告上法院 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施行下去 政府跟国道收费员 跟消费者都是输家 唯一的赢家只有远通电手 远东集团董事长石旭东 政商关系太好 屡屡拿到政府的大标案 但因为e-tech 引发抗议声浪 就算搞得自己灰头土脸 荷包还是可以赚满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